我终于找到了证据 他证明了三年前车祸的发生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电话 我问你 半夜三个年跟海滨打什么电话 他的代价你知道吗 新姐怎么还不来呀 真的快饿死了 通知他了吗 我让雪红通知他了 我通知了呀 我还又发了条短信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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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特别堵车 我来晚了 坐坐坐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你是咱们公司的一姐嘛 等你是应该的 您这是度假回来了 看着精神头不错嘛 去的时候确实是挺开心的 可是回来以后就一般般喽 怎么呢 为什么呀 要不咱上菜吧 好不好 服务员 上菜 好 先生 是这样 那个老总刚度假回来 听说你怀孕了 今天特意安排呢 大家为你庆祝一下 那合着这顿饭 是为我呀 多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还以为 最近我这节目点击率下降了 您会给我脸色看呢 没想到您还这么念旧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您放心 怎么说我也是咱们永续的 开国功臣嘛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的 您放心啊 好心啊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不跪而抹角了 是这样的 三一零 干妈 爸阿姨 妈 您怎么出院了 我来办点事 办完就走 三一零 虽然在法律上我对您一筹莫战 可你永远逃脱不了道德的骞责 我永远不可能接纳你和海斌在一起 更不可能原谅你对我女儿的伤害 只要我汪亲不死 你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妈 你这说什么呢 爸阿姨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终于找到了证据 它证明了三年前车祸的发生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电话 我问你 半夜三个年跟海斌打什么电话 她的代价你知道吗 她的代价就是我女儿的生命啊 我的妹妹曾经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可如今她跟她的妈妈阴阳两隔 我永远失去了她 海斌永远失去了她 我们曾经的幸福生活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让我怎么办 我一个古老太婆怎么办 你这个不要脸的敌人 妈 你干什么 大你干什么 我打死你 你冷静下 冷静下 你听我说听我说 听我说慢点 走走走 你让我打死你 雷大夫 虚实呢 积极 nem 不然你陪我再喝两杯 好 老板 来三杯啤酒 再来两个下酒菜 来来来 大人 大人老师 雷大夫 你这下班了 为什么不回家呀 最近啊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就没了 家也不成家了 你呀 是家不成家 我呢 是有家不能回 怎么 你舅妈还在烦你啊 她呀 这辈子啊 只吃定我了 除非我死了 你年纪轻轻的 凡事啊 别从我坏里想 好事坏事都能过去 可是 不是 我找不到出路了 我又何尝不是 你说 这勉强地过下去 很难得幸福 为了所谓的责任 我现在连说真话的勇气 都没有了 我看着她辛苦 心里更难受 可是 可是什么 她瞒着我去做人了 我只不知道她怎么会这样 她怎么一点都不珍惜 明明知道自己怀了孕 她还忙里忙里到处跑 发脾气 高跟鞋照样穿 冷影大口大口喝 就差没喝烧酒 你说我要是说她吧 这结果总是免不了大场一场 我真不知道 这个孩子生下来会是什么样 别怪我自己无奴 你说我现在 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保护了 你说 这是 枉为男人大仗 雷大夫 陈琳喝酒 没什么事 雷大夫 雷大夫 你沒事吧 來喝點水 雷太太 你倆幹嗎呢 雷大夫喝多了 我只是送他回家而已 當我白痴是嗎 雷槍你給我起來 聽見我回來裝死你 雷太太 雷大夫真的喝多了 他沒有在裝醉 你給我閉嘴 這兒是我家 沒你說話的份兒 你給我起來 起來把話給我收清楚 老婆 你回來了 我真的喝多了 帶他回來什麼意思 跟我示威啊 你要說不想過了 你大可以直說 咱倆明天就辦離婚 你用不著這樣 雷太太 我跟雷大夫什麼關係都沒有 你別誤會 何旭你 年輕輕的小姑娘 怎麼這麼不要臉呢 外面那麼多男人你不找 偏偏找人家老公 有意思嗎 雷太太 別以為你自己是雷大夫的老婆 就有什麼特權 就算我真的給我贏點老公 應該檢討的也是你自己 你不是懷孕了嗎 拜託你 為了自己肚子裡面的孩子的健康 和安全著想 收斂一下自己的脾氣 像你現在這個樣子 根本不配做一個孩子的媽媽 這筆債 你的孩子早晚是要你償還的 老婆 人家真的沒有勾引你老公 你給我閉嘴 你給我閉嘴 媽 這事真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還在聽他說話 證據都在這兒 他自己都承認了 我沒有冤枉他 你看他吧 這什麼呀 三年前出山戶那個晚上 你跟那個狐狸已經通他電話 你把他給找出 好 我可以告訴你 曾依靈那天晚上確實給我打過電話 她在電話裡跟我辭職 一個女下屬半夜三更 跟自己的上司打電話請假 你覺得合理嗎 後來我才知道 她那天晚上喝多久了 所以我估計她根本就沒注意時間 可你們的通話時間只有幾秒鐘 幾秒鐘請什麼假 妹妹當時正在生氣 我把她誤會 所以我把電話給掛了 那為什麼幾分鐘以後 你又把電話打過去 你想跟她說什麼 那不是我打的 是妹妹給她打的 妹妹還是誤會了 所以她二話不說 把電話打了過去 還劈頭蓋臉地把人家罵了一頓 妹妹沒有誤會她 只要換成任何一個做妻子的 別的女人一遍遍地半夜三更 給自己的丈夫打電話 都要罵她的理由 她就是推卸不了責任 您不能這麼說 誰都知道那是場事故 是事故就是一場意外 意外是無法預測和無法迴避的 如果您真要管 那就怪我沒把車開好 怪我沒和妹妹一起撞死 否則咱們今天都不會這麼究竟 知道內疚了吧 那你為什麼還要一遍遍做 對不起妹妹好我的事情 天下沒有好女人了嗎 你被她迷得神魂顛倒六親不認 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你就拼了命你這樣保護她 你說妹妹的在天之靈 她能夠得到安心嗎 您能不能冷靜 我沒法冷靜你不要再說了 就是她的錯 你都熬了一個晚上了 還沒想明白啊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情的責任 根本就不在你那通電話上 那誰知道吳總的老婆 那麼神經敏感是吧 這麼說吧 你看現在垃圾電話那麼多 晚上都有可能打過來 那不能因為說吳總接了一個垃圾電話 這就那樣從車禍了是吧 總之這件事吧 就是你倒楣趕上倒楣事兒 別什麼事都往自己身上懶了啊 彤彤 讓你陪我一個通宵真是故意不去 這倒楣什麼 反正我回了家也不見得早睡 還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今天下午你還有一下午的事呢 你真的沒問題嗎 你真的沒問題嗎 我沒事了 我倒是擔心汪阿姨 我覺得她這麼個次數 老姐 你這有什麼邏輯啊 那她汪老太婆放不下自己女兒已經死了 的事實是她自個兒的事 就算因為這個她身體累垮了或者怎麼了 都跟你沒關係 別想了啊 我這都出來一晚上了 你也不知道出來找找我 我這都出來一晚上了 你也不知道出來找找我 別累幾乎 看誰幫得住 看誰幫得住 這是 irgendwas 你怎麼可以 看誰 穿了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等你呢 想接你一块上班去 我以为你睡觉呢 就没敢打扰你 你这是在外面待了一夜 我跟童童在公园聊天呢 你啊 你啊 先坐下吧 歇会儿 心情好好点吗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刚在一起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把我找回来 海滨我想知道 我跟你打的那个电话 到底与车祸有什么关系 你能不能不再胡思乱想了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 你跟这件事情 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可是那天她确实给我打电话了 她还骂我说我是狐狸精 她误会了 可是我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 我给你打那个电话 然后她情绪特别激动 然后你开车出去 好好好 依林 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过去了 咱就让她过去了 好吗 海滨你这样做不对的 你必须要告诉我 这件事情到底 与我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隐瞒下去的话 对我们的情感 是没有关系的